好 回來之後我們這個軍事提示 先請教一下這個麗將軍 這個航母都是大家關注的嗎 一個是福建艦有三款最新的艦載機 有沒有 這個殲三十五 殲十五 還有空井六百 那專家特別挑出了空井六百 他寒闊的範圍 可能會高達五百公里以上 所以就是說連續滯空的這個時間 超過四小時 這不得了 整個中國的海軍戰力 會提高五到六倍 真的嗎 還有另外一個遼寧艦 遼寧艦本來是個訓練艦 現在升級變成了戰鬥艦 那他海事之後已經回來了 回到了大連造船場 大家就放大放大再放大 一看 出發前跟回來之後不太一樣 就是說這個甲板阻攔所的位置 有個明顯的黑色滑痕 這個滑痕什麼意思呢 李將軍一定懂 然後還有這個艦島 再次進入了施工調室的狀態 特別是進氣格闊 被防水部包了起來 這一包大家想像力無窮噴發 它會變成核動力嗎 或者是說它要安裝一條電磁彈射軌道嗎 它能夠一下升兩級升三級嗎 那這樣講到航母大陸跟造下餃子一樣 一騷一騷的蓋 那相對的美國是個對造組 美國海軍提交了二零二五年的會計年度預算 然後你看到消減兩年的造船資金 放慢打造新航母的速度 一方面加快 一方面是放慢 當然也有人在講 現在戰爭形態不一樣 有無人機等等 是不是還需要那麼多的航母呢 以及解放軍的南海艦隊演習 那赫然發現裡面有很多例行的訓練 大家都耳熟能詳 其中有一項防止核生化的襲擊 當然了 它是一個防禦概念 萬一我遭到核生化的攻擊 我該怎麼辦 但只是這樣嗎 別忘了中國大陸也是一個核子大國 又在這個南海艦隊 所以菲律賓是不是看懂了呢 李將軍 第一個我一個一個來講 這個福建艦 它這個殲-35跟殲-15 還有空警600 其實最重要就是空警600 我們要知道看俄烏戰爭裡面 俄羅斯的A-50 這個預警機被擊落兩架以後 其實看得出來俄羅斯的空防 已經大大的受損 所以預警機其實在空戰之中 是最重要的一種武器 那原來的這種山東號或遼寧號的話 因為它只是華料式的加班起飛 它沒有辦法彈射這種 這種大型的預警機 所以它只是用直升機而已 直升機當預警機 所以它的這個警戒範圍 警戒距離就比較小 所以它站立就受到限制 那現在為什麼可以彈射 因為它用電池彈射出去的話 它就這種螺旋槳的飛機 就可以在這個福建號上面射出去 因為它速度夠快 才飛得起來嘛 你如果說速度不夠快的話 這飛機螺旋槳飛不起來 一定要噴氣式的這個噴射機 才可以起飛的 才可以達到那種起飛的初速 那現在用彈射就可以出去來講的話 那空警500預警機 它這個上面那個雷達 這個當然它的徵收範圍 徵收距離就很大 比現在這個解放軍現有的空警500 還要更遠 還要更新 現在是多少 現在徵收範圍 現在徵收範圍可能只有到 大概200多公里 就是每次到我們台灣來繞著 那就是運9對不對 那就是空警500了 我們國防部每次講說 這個運9的這種運輸機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運輸機 它來的就是預警機 這只是它這種運輸機改裝成這個空警 空警機來做運用 那現在來講它是正式的空警600 我特別要講它上面那個雷達 比美國的這種E2還要更先進 如果大家有機會 以後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做介紹 它上面這個雷達盤 它用的雷達系統 它不是在那邊旋轉的 它就直接固定在那邊 就隨時360度的方向 我不見得是要用電子掃描 360度掃一圈 它就可以直接接收 我們叫做有源正控向位雷達 它上面是這種雷達系統 空警600是最新型的雷達 而且它用的是最新型的原件 叫做彈化加 或者是彈化者 這種原件來講來製造的話 這時候距離可以更遠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真正 這個福建艦上面 對 當然福建艦是大陸 第一艘這個國產的 這個全國產自製 所以是明星中的明星 那至於這個遼寧艦 它是一艘很老舊的 所以現在要從這個訓練艦 變成戰鬥艦 怎麼樣的大升級 來我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回到立將軍 非常符合 第一個我想說 為什麼有可能是核東 但是我特別要說 如果說電池彈射可能性不太大 因為它要開膛破度 才可以放一條電池彈射系統 但是改成用核動力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現在證明來講的話 它那個煙囪已經沒有了 就已經不是用燃氣式的渦輪機 那它可能 那為什麼說 我說有可能 可能性非常高 第一個就是 把這個小型的核子反應堆 放在船上面的可能性是很高 而且已經有了 俄羅斯它的破冰船 它用的就是核子動力的破冰船 因為它那個動力要夠 它才可以破冰 所以證明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大陸他們也有這種小型的核反應堆 叫做玲瓏一號 那這是第一個可能性很大 這是從這個 從已經有這種東西 而且已經用裝在船上面 我們來看有這種機率是相當高 第二個就是如果說用上核反應堆來講的話 代表這艘航空母艦來講的話 它的船速可以更快 船速可以更快代表什麼 從殲35上艦 我們就可以感覺得到 殲35上艦 第一個它自己推力要夠大 它這種起飛的速度要夠快 所以它換了窩山十九 那第二個可能來講的話 你知道航母起飛的時候 航空母艦要掉頭的 它要頂得風前進的 那速度要夠快 你這種就是逆風 我們講說逆風起飛 所以船速要夠快 加上這種風速吹的話 如果說航母的速度夠快的話 再加上它本身的這種殲35動力有加強的話 它才可以起飛到殲35 35噸的重量 所以它如果說是用航母反應堆 它現在殲35突然上艦 可能性的話 就代表它的航速可能會更快 所以我個人是推測說 是用核反應堆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你看大陸就是一直在蓋航母 那美國要把這個速度放慢 所以呢 這個無人機的出現 會讓戰爭形態改變 航母還需要嗎 這個我們先不要講 但是美國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 美國現在來講 面臨一種捉襟見軸的一個場面 它所有武器現在都希望說 能夠發展一種武器 然後用到所有東西上面 我舉幾個東西 空軍來講它F-35 你看它現在用在哪裡 不管是空軍陸戰隊海軍 對不對 這三種軍種都是用F-35 它沒有在各軍種自己研發自己新的 這個戰鬥機 它全部都是用F-35 只是說是ABC三種型號 第二個 我們看海軍來講 它發展叫什麼 叫做濱海戰鬥艦 後來證明不可行 它濱海戰鬥艦就是什麼理念 就是說我發展一艘這種作戰艦 我上面裝上模組塊的 我如果說今天要反潛的話 我就裝上反潛的這個魚雷雷達 我如果說要防空的話 我就裝上防空飛彈 所以它是一種軍艦 希望能夠白白種用 所以各種用途它都能夠用到 但是後來也證明說這條軍艦來講的話 就是你什麼都想用 結果你什麼都用不成 還有一種美軍還有一種武器 也是這種情形 你應該聽過就是聯合的高超音速導彈 它叫聯合 它聯合就是什麼 就是我裝在船上也可以發射 在飛機上也可以發射 在陸地上也可以發射 叫聯合萬用型的 所以它現在後來證明它去年 今年來講它還在關島想要試射 可是後來他們證明它這個研發 前年來講有兩次已經失敗了 那前兩天他們又在關島上面 把這個超高音速導彈 裝在飛機上面 那我講的不是說它成不成功 而是說我們從這幾種武器的發展 就看得出來美國希望來講 它因為軍事軍費有限 所以它希望發展的武器 是一種萬金一骨的心態 飛機上也可以發射這種導彈 船上面也可以發射 陸續上也可以發射 那最後我講一下解放軍南海艦隊 這次和聲化的演練 我特別要講說是 就是人家的記者 人家這種這個是非常的內行的軍事記者 你知道所有的軍隊 都要練習和聲化的防護 包括我們步兵在內 我想說蔡偉還沒當過兵就知道 我們阿兵哥身上一定有背一個袋子 那叫防毒面具 我當過兵 對 所以從一個兵開始 就要有核心化防護的概念 然後那個防毒面具裡面 還帶兩根針 叫阿托平針 是準備這個 如果神經毒劑的話 馬上可以用 所以每個兵都必須要這種東西 那它講這段新聞 它特別講說是水木 用水來清洗 然後會如果說造成核心化打擊 其實我也知道 如果一旦敵人對我們實施核子化攻擊的話 來講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就是撤風向 標示出來就是這個落成的範圍區域有多大 抑鬱風向來測試 其實我們當軍人來講 最基本的 核心化你不要以為很複雜 不是很很雖然說很複雜 但對我們軍人來講 必須要具備一個基本的防護能力 所以記者做這個報導 我覺得它就是蠻內行的 他們的大陸記者蠻內行 知道你軍中 不管軍艦飛機或者是這個包括地面的人員 都要做 而且怎麼樣來做核心化的消毒 他都跟你講出來要用水洗 你知道尤其是921地震 我們剛剛講921地震 那些災民沒辦法洗澡 我們去的時候就是把我們核心化的 這個消毒車開過去那邊 讓災民洗澡 因為它會噴水 你如果身上沾染了這個核子落成之後 或者是這個化學武器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洗 把你自己身體全部洗乾淨 然後刷乾淨 不要讓落成留在身上 所以他會演練 包括軍艦 他都做這個水幕的清洗 就代表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這個記者對軍事 是確實是蠻懂的 所以他可以做一個很深入 很專業的一個這種軍事演練科目的一個報導 對 各軍種其實都會有 但是這次他把這個東西挑出來寫 然後又在這個南海緊張之際 大家就會多想一點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第四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